粉嫩的八重荫盛开 在阳光下像美丽的宝石般闪闪发亮 赏荫不用翻山月嶺就能置身花海 离桃源市区最近的半山腰 龟山远的宝宫的停车场两侧 种植了一大片约百颗的樱花 红燕浸燃了翠绿山林相当赏心悦目 赏花民众在樱花树下纷纷举着手机 定格眼前的美丽瞬间 这一次的花开得怎么样 很漂亮耶 而且很茂密很旺盛 很漂亮 开得很旺 过几天再不来的话可能长叶子 今天来了真的很高兴 看到这么美丽的樱花 二月是八重荫盛开的季节 花朵下垂有树层花瓣 花色深桃红色是所有樱花里 最好辨识的樱花种 蝴蝶在花间飞舞也吸引了蜜蜂 在花丛中不断寻找花蜜 真的是美不胜受 樱花大概开了八成多了 另外还有吉野樱还陆续在开放当中 值得一晚 一两个礼拜后再来可以看 粉红色的樱花也是不错的 八重樱花期已经到满开的状态 含苞待放的吉野樱将接力绽放 吉野樱有五枚花瓣 在阳光的照应下 晶莹剔透 洁白无瑕 绽放时呈现淡红色 别有一番风味 想赏樱的民众可要把握时间 新唐野台电视林天心张年杰 台湾桃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